哈喽,大家好,我是架子姐姐 这期视频我没有化妆,只化了一个口红 因为头发太油了,所以戴了个帽子 视频的主题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,可以吃的口红 如果感兴趣的话,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DIY吧 准备一罐可食用的椰子油 平时我会用它当作护发束使用 然后再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盒子 用勺子刮一些椰子油 放到盒子中,因为天气冷的原因 所以椰子油凝固成了这种白色的膏铁 接下来加入食用色素 这个是用来做甜品和糕点的,所以非常的安全 如果你们家很暖和的话,就直接把它们搅拌均匀 我这里最近比较冷,所以非常难搅拌 小技巧就是准备一碗热水 把椰子油隔水加热 这样就非常容易搅拌均匀 那么一副可以吃的椰子油口红糕就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非常容易上色 滋润又天然 还有椰子油的清香味 今天再问宝宝一个奇葩问题 怎么样使麻雀安静下来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再见